来看晚间最新进口弹争议越演越烈 农业部长陈吉仲在傍晚五点半 临时召开了记者会强调进口弹的政策完全正确 却没有想到被抹黑造谣 但是晚间八点左右他发文表示会一肩扛起所有责任 决定请辞农业部长 随后郑月也发出了新闻稿表示 行政院长陈建仁整词将由农业部次长陈俊纪站带部长一职 对此总统部也表示尊重行政院决定 再度鞠躬道歉针对进口弹争议 农业部长陈吉仲十九号晚上临时召开记者会 二月三月就是缺果最大 每天大概有两百到三百万颗的差距 一个月大概要多少 大概要五千六万颗 牵上火线强调当时国内鸡蛋的产能 真的不足进口弹政策完全正确 是要保护消费者和弹农权益 但却被抹黑造谣 不能看他支出的金额 直接宽我们吸收了五点六亿元 忘了后面有更大的效益 设法将专案进口鸡蛋政策执行过程 政策效益等一次说清楚 被外界质疑大洒币与事实不符 似乎难以承受陈吉仲同一天晚上八点左右 脸书发文决定请辞 声称不再接受未留 随后中央续产会董事长林聪贤 也破文表示 因无法阻绝政治口水的瘟疫 跟进请辞 我们在续产会有一样是一个共同的团队 我觉得如果说他既然请辞了 那我应该一起跟他同进退 农业部从今年三月启动 专案进口鸡蛋 从资本额仅有五十万元的艺人公司 超私背景 到农业金库借贷买蛋争议 以及巴西蛋错标效期 全面下架争议不断 如今陈吉仲决定请辞 以指派农业部政务次长陈俊继 站待部长一职 请站月十九号晚上准辞 周四生效 但争议持续扩大 到底谁能够来给我们说明清楚 陈建仁院长 你有没有办法在星期五的专案报告的时候 向所有的民众说明清楚呢 民众院连串进口鸡蛋风暴 陈吉仲宣布请辞 只当了五十天部长 黯然下台 在当前风波烧不停 该交代的还得向外界说清楚 记得当报道